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啊啊 吃饭店是从三斗里就吃饭的 那你这个电动车 呃 改装过吗 店够吗 呃 反正高击四哈呢 不行 现在够用 现在够用啊 看一下你车吗 啊 这车贵吗 呃 两万 两万的块钱 两万多呀 就原厂出场就两万多呀 那也不便宜哈 啊 他这个店的话能坚持跑吗 一天能跑多少公里 能跑 反正平均每天 最少七八十 八十 八十是被剂牙破裂 啊 这是你带的音箱啊 啊 这里家狗狗 啊 我们观看一下哈 啊 也是一样的 有个长坡 啊 他这个还好啊 啊 还行还行 他这里面还做了一个自务架 啊 然后嘞 这也是还有插电头 你这个这个他是原装的店 还是你后面有改的 原装的都说全是原装的 就是就给了这个那个发电机 发电机 那没有地方充电的情况下怎么办呢 就是发电机发电机发电 哦 带个发电机的哈 啊 他这个你是走还是说你骑着他走 我从三十零日出发 嗯 三个月是日子步行 日子步行 步行 三个月我是夜门又抓啥粉 所以最后走到干涉之后 我才进到这里我其实去行 是啊 哦 平时都走路哈 走五个小时每天 请问你多大年纪的呀 五十七了 五十七 那你怎么会想着说这样子出来玩一下呢 反正也是一个是 断练生间的 你这个车走起来就是如果说 不带电力走起来怎么样 不带电力走起来就来推不动 推不动 就必须你走的时候还得用一点点电 接着哦 那如果说找不到地方充电的情况下 你就使用发电机 啊 还是用太阳能 呃 因为太阳就只要有光 嗯 只要有光就可以是吧 嗯 就是 嗯 我是七岁的大叔啊 然后也有他自己的梦想 不管是 哈哈哈 哈哈哈 柴雨刚刚我没看到的 嗯 好的好的好的 这个狗子也是你出来 我也是这狗兑了两个多月 两个多月 在路上捡的吗 我从网上买的 啊 网上买的 啊 有条狗在路上会觉得会安全一点哈 他平时是走路还是跟你一起坐车呀 也坐车 坐车呀 我我我走着直播走到时间我腿上去他就上面坐着啊 他就坐着啊 那你这么出来的话你家人 家人怎么看看啊 反正也 也是 也不反对反正也 反正 实在比较尊重你的想法 尊重我的想法 人生苦短一辈子 就是就是就是 再不疯狂你就老了对吧 哈哈哈 所以趁着老的时候出来疯狂一把走一把 疯一把就是就是 那你之前是做什么的呀 在年轻的时候 哎呀也就是打工打工大了一辈子工也是啊 然后再老了去有这个一个想法突然出来走走 也不错也不错每个人的选择都有的啊 现在就你一路顺风 然后今天的话咱们就是相聚在这里也是缘分啊 缘分缘分缘分 这是本地的吧 我不是本地的我是四川的 四川的啊 我也是走路徒步 然后骑摩托车 玩一些户外的 常见也是在外面的啊 这次也是因为我看到那个管管在这边嘛 那就过来嘛 所以说就一直认识大家了嘛哈 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 相聚在一个陌生的地方 然后可以一起吃吃饭 唱唱歌聊聊天 哎呀 相遇不同的故事 遇见不同的人 就是我们旅行的意义